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今天我们把目光需要从中国暂时抽回来 转移到美国 为什么 因为今天美国发生了一件可以说震天动地的事情 就在刚刚不久 美国的最高法院推翻了30多年前 他们所裁定的这个罗素伟德案 也就是说 以后这个关于妇女堕胎这个事情 最高法不再保护了 那么现在这个事情一时激起千层浪 全美都在引发剧烈的争议 那么作为一档时评节目 这个内容我们必须要说 但是我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我今天将会从这个所谓的自由派 和所谓的保守派两个方面交替来阐述这件事情 我会同时说到你们双方对立的观点 和你们自己各自的观点 所以在听的时候在看的时候 有些观众如果你的情绪比较极端 希望你能够克制一下 说服我并不能证明什么 你需要说服整个世界 好怎么回事呢 这事闹得现在是特别大 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 拜登政府几乎是全员上阵 抛弃了总统 抛弃了政府的这种所谓的中列或怎么样 在大肆的像什么裴洛西 像拜登 他下面的一些主要的干将 纷纷在抨击最高法 在给最高法施压 甚至我看到有些人说 说让最高法见鬼去吧等等 这种悍然践踏美国三权分立的 这样的原则的话 居然也能从他们政府的高官 嘴里说得出来 我也只能是大写的福字 那么这个事情要说清楚 咱们需要三言两语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当年这个罗素韦德案 是怎么回事 那这个事情当初发生 咱们得回溯到1969年8月份左右 当时在美国的德州 有一名女服务生叫做诺马麦考维 她就是这个事的主角 她因为意外怀孕 那么想要多胎 那么这个问题 你知道在中国是不是什么问题 对不对 王姐我意外怀孕怎么办 打电话去大铁棍子医院找童主任 耽误上班 不耽误 今天做手术 明天就上班 记住大铁棍 这我就不说了 中国这么多年都过来了 而且中国不只是说 禁止的问题 人还鼓励呢 计划生育 对不对 对不对 这多生一个都不行 但是在美国 这事就大了 因为当时德州的法律规定 如果你不是因为强暴导致了这种 不自愿的情况怀孕的话 你是不能多胎的 如果你是基于这个外力 那你有警方提供的证明可以 但是这位女士 这位诺马 但是她确实没有 至少她自己提供不出来 那就不管 甭管说是丢了也好 反正没有 找不着 那么这个事情后来就是经过一系列的事情 她找到一家私人诊所 那么私人诊所又被警察封了 她没办法做这个手术 那么后来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个孩子应该是生下来 后来交给别人抚养了 那么这个事情后来就由别人帮助麦考维 这个去起诉 他起诉的对象叫亨利韦德 是当地的检察官 那么当时一审判决 判这个说是当地检察官 这个侵犯了 这个人当时起诉的时候 化名为 因为赵共允私嘛 化名为叫做这个珍妮罗 所以为什么叫罗素伟德 就是化名为珍妮罗 那么当时当地的法院判说是 确实是这个罗胜诉了 但是他并没有对这个当地州的这个禁止渡台法案 进行干涉或进行判决 但是不知道是有人推动 还是怎么样也好 反正当时这个案子 按说这个案子 不会这么快到最高法 大家听好了 美国的最高法是非常超然的 他不是什么张家常理家短的事都管 你说中国 你就说咱们举个例子 你拿中国笔 中国最高法 中国高院 你能随便去吗 你的案子随便上得去吗 你上不去 对不对 你没有一定级别 人家不审你的 美国跟中国虽然不一样 但高法它维护的 其实应该核心点只有一个 最高法它维护的是宪法 他们可以说是宪法的仆人 也是美国传统精神的仆人 他们的一生就是用来诠释 就是用来解释宪法的 所以你能想象一个去解释 咱们打个比方 如果说你能想象一个去解释 人间治理的研究终身 献身与法律的专家 去管一个张家常理间短 王家婆子三只眼这样的案子吗 但是在当年不知道因为什么 不知道背后政府发生了什么 反正一切都隐藏在了历史当中 那么这个案子就被最高法受理了 然后以7比2判定说当初罗胜诉了 那么美国有一个特点 就是美国的最高法的法规的判决 是高于美国各州的法律的 当时美国各州有各州不同的法律 有的对于堕胎松一点 有的对于堕胎严一点 但是最高法判了罗胜诉之后 等于他就一把把所有的判决 所有的州的法律全部推开 全部推掉 从此以后美国的堕胎基本就自由了 基本就是这样 当然很多的保守州 开始制定其他的一些州的法律 在其他的一些层面上阻挠 因为他们认为侵犯了他们的保守派的思想 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所以这个事情简单来说就是这个事情 但是今天6比3 最高法院最高法应用9名大法官 6名大法官对3名大法官同意了 推翻了36年这个判断 他们认为这个事情最高法不应该管 所以他们推翻了 今天这个事就这么个事 那么最高法的判决对不对呢 到底是保守派对还是自由派对呢 这个是众说纷纭 两家各有自己的观点 那么自由派的女性 他们认为说 我的地盘我做主 不是不是说错了 周杰伦串台了 不是 是我的身体我做主 所以我想堕胎就堕胎 堕胎不重要 可能这辈子这女的都没打到怀孕 但是他说了 这个权力必须归我 我想堕就堕 我是花着堕 我说怎么堕 我自己乐意 那这是自由派的声音 那么保守派认为 孩子是一个生命 咱都今天都扯不到信仰边上 好吧 这个关于信仰层面这个部分 咱们本周的主日特辑 咱们再聊 咱们今天是先是从世俗的角度 来理解这个问题 保守派认为说 孩子的生命是什么时候富裕的 有的时候出来的小孩都具有人形了 都有胳膊有手了 你这个时候把它剁掉 你这就是草菅人命啊 你说你的身体你做主 难道你的权力就可以随意抹杀一个即将来到这个世界的 即将来到这个世界的这个生命吗 还记得我在这个推特上 我那个推特上我发了一个视频 你们没看的可以去我的推特看 链接我放在这个屏幕这个下方的介绍里面 那个里边是一个漫画的笑话 就是两个死神 这漫画嘛 两个死神都拿着镰刀 一个大个点 一个矮个点 这个矮个的说 哥们我挂了 那我怎么办呢 我能唱天堂吗 那另外一位高个人说 不行 咱们这类的呢 死了以后呢 没办法唱天堂 你只能去投胎 那么现在 你将会成为一个中国的婴孩 然后一尺 那矮个人死神 消失了一秒钟 然后就意思说就投胎去了 然后呢 结果过了一秒钟 那死神又出来了 然后高个的说了一句话 女孩 然后那矮个人说 嗯 女孩 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是说 他投胎到了中国 结果是个女婴 然后就卡 所以你想一想 作为一个出生的 假设你是一个婴孩 你好不容易从天上 不管是哪儿吧 维度空间或什么也好 等到了一个机会 浪费了一个宝贵的 来到人间的机会 呱唧你到了这个子宫里之后 你还没等出来呢 你就发现 哎 你寄居的这个胎盘 下面伸出一根管来 管来伸出一根棍子来 嘎 一顿操作 你就变成这个组织 变成这个残渣 就被吸出去了 哎 我请问观众朋友们 你们想一想 对吧 所以这是保守派的观点 那么这两者 谁对谁不对呢 说实在的 观众朋友们 任何一方都没办法说服另一方 你懂我意思吗 自由派他们看中的不是孩子本身 看中的是他们的权利 他们就要我的身体 我做主 他们就要居首位 掌他们自己的王权 这个世界 在他们 其实这个自由派的观点发展到 极致是什么呢 极致就是共产主义 极致就是无政府主义 就是谁都别想管我 只有我能管我自己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 我可以奴役所有人 我可以管你们所有人 你们所有人不尊重我都不行 那么保守派同样 在坚持美国传统价值观的土地上 他们的信念也不会退后 但是我好奇的是一点 现在美国 包括华人网上 也是打得跟热摇一样 但是我就好奇一点 混众好吗 你想一想 最高法院他判的是什么 嗯 他判的是堕胎不合法吗 不是呀 你再仔细去听一听 我前面说的 或者你再仔细去看一看 最高法的判决 他说的是 这事儿不归我们管 把打回到各州去 就是各州你们将 最高法说我洗手了 不关我事跟我没关系 你们各州去 按照你们各州的法律去执行 那很简单了 对吧 有的州保守派州 在自由派眼中看来是落后的 愚昧的 这种州 他禁止投胎 那你就搬到那蓝州去 不是蓝州拉面 就是蓝色的州 是民主党州 你搬到那些允许的州 不就完了吗 这个事情实际上来说 在美国的 如果他现在 现在大法官面临生命危险 如果他们能活下去 如果这个法令 能够贯涉下去的话 那么在未来 实际上美国会实行一个两极分化 也就是说 自由派意志的人 向着自由派的州前进 保守意志的人 从自由意志州出来 前进到保守州去 用一句历史上圣经的话说 就是像山羊和绵羊分开一样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挺好事情 你们之间彼此价值不符 那为什么要强迫住在一起呢 干脆你们分开 你们去建设你们的阳关道 你们的梦想国度 自由国度 他们走他们的独木桥 他们走他们的自己的小道 人家过人家的小日子 这不挺好的事吗 而且从美国的宪法规定 这不是最高法院是研究宪法吗 最高法这问题 最高法这事其实没有违宪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这次所谓的第十四修正案规定 看看我们来判断一下 这个最高法到底犯错了没有 好不好 那美国的最高法第十四修正案一共有五款 那么后面从第二款开始 关于什么众议员名额 国会议员 共和国债务什么的 跟这事没关系 咱们就不说了 有关系的只有第一条 我给大家念一下 美国的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规定 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规划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 都是合众国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 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 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法律 不经正当法律程序 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自由和财产 在州管辖范围内 也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的法律保护 那么这一条整个第一款当中 实际上就一个词条 基本上是有用的 就是关于说 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 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法律 那么有人就相当于咱们可以理解就是说隐身 但是这个法律实际上很复杂 我给你一句半句说不清楚 但是大概意思就是说 那么女子女性堕胎是他们的特权 是他们的权利 这个权利不容侵犯 他们大概是这样一套逻辑 但是实际上我们来看一下历史当中 我查了一些历史的文献和资料 那么在最早的时候 这是可以追溯的美国内战之前 当时有一个叫泰尼首席大法官 他就说这个条款 所谓的特权和豁免权 是赋予这个州的公民 在其他的州 比如说这个人住在北卡 北卡罗莱纳州 他去南卡罗莱纳 或者他去弗吉尼亚 或者他去其他的德州 什么这些州 那么当他去西夏州的时候 他的旅行权 他的居留权 他的言论自由权 还有什么保留武器的权利等等 是限于这些权利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第十四修正案 保护的特权和豁免权 仅包括这些 然后他说 这个不授予其他任何权利 当然这个是我查到的 在美国内战之前的 就很古老的文献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 那后来法律法规一系列的转变 一系列的发展 那么到了后来 我看到的版本 那么就是说 说他的这个特权豁免权 主要是为了防止歧视来自境外 就指的是其他州的人 比如说比较相伴老一些的州 比较落后一些州的人 到了一些繁华的州 他受歧视怎么办呢 这个特权防止是这个 比如说这个现代的美国法律解释 就比如说政府对享有生活和自由的保护 获得和拥有各种财产的权利 以及追求和获得的权利的歧视 这些东西是要防止的 也是这个立法 他要保护的公民的这个权益 而且他还有一项具体例子 比如说法院就询问说 比如说蒙大拿州的居民和非居民 在建立这个迷路狩猎机会方面的区别 是否以侵权的这个侵犯特权 与豁免权的条款的方式 威胁到某一些人的基本权利 这就已经很偏了 那当然法院的最后的几个认为说 这个如果你狩猎迷路是生存 那另说 但是如果你狩猎迷路 很多人现在狩猎迷路都是为了这个娱乐 那么娱乐这个权利 不受这个什么 第十四修正案这个特权和这个豁免权的保护 所以这段很多人听起来 你们可能比较绕 简断来说吧 你想想中国你就明白了 比如说你是河南的 河南的朋友抱歉啊 躺枪了 河南的朋友 你想去北京 你去打工去 可以 没问题 但是你去了北京之后 你的孩子想到北京上学 不好意思 不行 你想在北京交什么 获得一些福利啊 买房啊 不好意思 不行 为什么 歧视你 你看 这就是中国的地域歧视 同样是你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你国的公民 在不同省享受不同的待遇 落后的省就受歧视 不止自己受歧视 全家受歧视 影响你三代 孩子也受歧视 那你说凭什么呢 对吧 而美国 他的这个立法 就是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出生 不是 这个发生 就是任何的居民 只要你从 比如说 从一个比较落后的一个某个偏远州 你搬到了比较繁华的州 只要你的住址在那 不管你是买房还是租房 只要你住址在那 你的孩子就可以去当地 这个比如这个学区好 这个分数高 比如十分满分的学校 你这个学校十分好 哪怕你是最次的地方搬过来的 到这儿 你的孩子就可以去这个最好的学校上学 这就是美国法律给予公民的保护 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堕胎不堕胎这个东西 它符合宪法的这个覆盖范围吗 我个人认为是不符合的 因为太过于鸡毛算皮 大家一定要清楚 在美国州的概念 跟中国的省概念不一样 在美国这个州 实际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独立的小王国 州有自己的州的警察 每个其他的县 每个郡都有自己的警察 每个州有自己的州的法律 自己的法院就是一个个独立王国 在美国你说这个 不用怕被说是什么扇颠罪 什么什么德州独立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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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北卡独立 纽约州独立 西雅图 这些东西独立 不用 人家事实上说 我们几乎就是一个国家 所以按照不同的价值标准 不同的州吸引不同的人群 这是美国的特色 所以还是我前面说的那些话 就是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你们这些自由派的和你们这些保守派的 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我觉得这是挺好的 省得互相吵来吵去的 但是当年的罗素伟德案 实际上在这种公平的价值观下 它实际上像一个外怪一样 就是你想想打CS的时候 CS的时候 你有一个穿墙透视怪 那就别人就没法玩了 对不对 实际上在过去的30年当中 甭管当初是因为什么原因 自由派实际上是被刷了一个大大的buff 穿墙加透视 因为宪法给予了他们特殊的照顾 那你说现在对吧 那现在这个伞撤了 但不是像很多人宣传那样剥夺了父女度胎的权利 不是的 只是最高法撤了他的保护 就是说没伞的孩子才必须得努力奔跑 现在保守派和自由派你们都没有伞了 你们自己跑去呗 那我觉得是挺公平的 对不对 喜欢堕胎的 您去蓝州 不喜欢的您去红州 这不挺好的事吗 对不对 而且咱们再退一步讲 这个我个人的观点 关于这个堕胎与否 其实很多人应该往上想一步 就是为什么会意外怀孕 刚才说了 其实美国很多州的法律规定 如果是因为强迫的原因 那是可以堕胎的 没有影响 那除了强迫之外 那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不小心 那么什么情况会不小心呢 那么拖得通俗点 都是成年人 那就是没带套 那么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理解这个事情 如果说 对吧 你想激情一把 但是你没有准备这个必要的措施的话 那我其实可以理解为 这个是男女双方 都对即将到来的生命的一种不负责任 那其实你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世界上一些真正爱孩子的家庭 他们的父母对于要孩子的时候 那种那种殷切的 那种充分的准备 算日期啊 算这个排卵期啊 对吧 我节目里我就不教你 就不教你怎么算了 好吧 然后呢 这个补充叶酸呢 对吧 然后呢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这个调整心情 安排氛围啊 等等 吃一些保健品等等 这是一个期待的孩子 来到这个家庭 真爱这个孩子家庭 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如果一对夫妻 你们如此的不小心 连一个简单的用品 对吧 都不愿意用 而且科技发展到今天了 我给你们推荐 这个日本 算了我就不带货了 那个咱就打住 反正有一些产品 非常好 那么如果你们连这点代价都不愿意付的话 我只能理解为说 你们对于这个孩子足够的不用心 那么实际上你可以看到保守派和自由派 他们所站的位置实际上自由派站在什么呢 站在现在的这个女性啊 这个父母辈的这个位置上啊 而保守派实际上站在的是即将到来的孩子的这个位置上 也就是说那些那些我们身边熟悉的那些求子的家庭 他们一个孩子到了人家的家庭之后 能够获得一个健康的一个美好的幸福的生活 而如果一个孩子降生在这种随意的不负责任的 一夜欢 这个这个吧 偷欢也好怎么样也好 建公的这个家庭 这个孩子成长未来是会很悲惨的 当然这个悲惨不是说那把它掐掉 他不就不悲惨了 不是的 人家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了 所以这个法律在我看来 它保护的是那些来到世界上的孩子的权利 哪怕他还不能说话 他还没能睁开眼 但是他也已经有了作为一个人的权利 所以其实都是权利 一个是更自私一点要我说 就是我的身体我做主 另一个是你如果要做主 你想做主 你就管好你自己 那对于这个问题 那么观众和你们支持谁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当然我还是要提醒 我提醒那些极端的自由派和极端的保守派 我希望你们都能够保持克制 我的评论区 我希望是一个讨论讲理的地方 而不是言谈中夹枪夹暴 对别人进行人身攻击和污蔑的地方 好吗 那今天这个问题 同样我也要提醒 生活在美国那些兰州和那些自由派聚集地的朋友们 你们最近晚上不要出门 因为最近可能会出现大的动乱 保护你们自己的安全 好了 那么感谢大家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千万别忘了点个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